为了死 实在是让我觉得无敌自荣 愧对藏生 强儿 怀哥对不起你 对不起父母 也对不起家乡的父老 未来还能见到你 在这里苟活着 可现在我完全失望了 强儿 我走了 别忘了坏哥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 父王 你不用担心 我刚才去问过了 他们去找一个人 两个时辰就回来了 两个时辰 现在差不多了 你知道他们要去见的是什么人吗 父王 我听他们临走时 在议论一个叫怀哥的人 这个怀哥我敢肯定 一定是宁护燕之以前的一中人 每个年轻姑娘出嫁之前 没有过自己的一中人的 从未的局部车 你现在变成傻子了吧 但是我可听说了 这个怀哥 就是跟咱们匈奴人 打仗时候战死的 什么 这又怎么样 他会找大禅于报仇吗 如果真是这样 他早就可以下手 恨苦要千辛忘苦 跑到这儿来报仇 父王 回来 这是 老子 省 阿气 据 接手 怀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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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哥 巧儿 怀哥 怀哥 巧儿 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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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怀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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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哥 你一定是想怀哥想的 看走了眼 你说哪儿 顿帝 也许是怀弟泉下有之 献灵献身吧 时候不早了 大禅瑜一定等急了 我们回去吧 好 走吧 哥 哥 你们过来看 你看这个多好玩啊 待会儿我们带你去玩摔跤 怎么样 行啊 我没我教你 行 你教我 说好了 军摩车地铁 你看你 说的那些话 让父王心里多不舒服 我只不过 是把我知道的事情 如实地告诉了父王 对吧 要父王多些心眼罢了 你呀 总是不相信别人 父王 父王 这里真好玩啊 好啊 好玩就好 原来你们都在这儿啊 王将军说了 今天要请大家喝酒呢 是吗 好啊 你怎么哭了 我 我没有啊 还不承认 肯定是要离开祖兄了 心里舍不得 难过地哭了是吧 祖兄啊 你带来的酒 够不够我们喝的 你们看 开个玩笑 一滴酒喝一车酒 包含的意义是一样的 好 酒够不够喝 等一下就知道了 请吧 祖弟 王 祖兄请 请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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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樊国这座山 就是凶农人生活的地方了 我知道 强人 我听祖兄这么叫你 什么意思 没什么别的意思 只是你孩子 普通的称呼而已 我觉着很好听 以后我也这么叫你 好啊 身为大禅语 我呼喊爷统治下的 所有匈奴人 已经十五年 没有跟汉人作诈了 也就是说 在这十五年里 我和我的人马 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汉人 大禅语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个呢 不为什么 就是想让你知道 我是大汉真诚的朋友 现在更是大汉的女婿 这些我都能看得出来 好 对了 还有 强儿 什么 我还想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是不是想跟我说 以后你不和汉人打仗了 这个不用说了 哪有女婿去打岳父的 那是什么呀 是你 强儿 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很美 很聪明 很可爱 我很喜欢 大承瑜 这些你都说过了 我要说的是强儿 你这么好的一个姑娘 对我胡寒爷来说 也许太年轻 太漂亮了 你 这是什么意思 我想说强儿 如果你觉得跟我不合适 你可以离开 大臣瑜 我 你听我说完吗 强儿 我可以把你送到 你想去的任何地方 而且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我胡寒爷 宁愿听着美丽的小鸟 在远处的树上 对着我高兴地笑 也不愿意看到它 在笼子里悲伤地哭 你明白吗 明白 不过我也要告诉你 大承瑜 我和你在一起是快乐的 一点也不感到悲伤 真的吗 不喜欢你 我会告诉你的 那太好了 快乐的小鸟 那我就每天高兴地 唱给你听 好极了 强儿 我还想求你件事 你说 将来 我们应该还有一只 美丽的小小鸟 大承瑜 一定会有的 多么好的消息啊 我现在就给它起个名字 一吐枝牙尸 怎么样 一吐枝牙尸 就是快乐的小鸟 这个名字太美了 它既是匈奴人 又是汉人 你知道我们匈奴人 有个歌谣是早说的吗 美丽的小鸟 自由地飞翔 因为没有长城 可以把天空分开 真是太好了 那我竟然跟你说 那我竟然跟你说 天上的小鸟 无忧无虑 跟着母亲 派打着稚嫩的翅膀 天天在歌唱 真是太好了 哈哈哈 哈哈哈哈 来 看 来 来 来 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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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王淮对奸发誓 不管将来强儿认不认我 我绝不会让我心爱的女人 到这荒漠的地方 两位兄长 昭君就此别过了 强儿 张大哥和顿哥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多注意点 张大哥 你放心吧 我会想着你的 顿哥 你要多保重 强儿 顿哥不在你身边 你自己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有什么事情的话 马上派人通知我 我会火速赶到你的身边 大禅于亭 里边关不足两百里 到时候你随时 可以去看望强儿的 对了 对了 顿哥 我还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这是 我昨天晚上 写了一封信 如果有信使来 请他转交给父皇 强儿想陛下了 没有一天不在下 好 大禅于 大柴于 好 祖兄 强儿 上车吧 两位哥哥 都保重 这次呀 我一定要把呼喊爷的迎亲队伍 结在艾敏河的南岸 然后再反过身来 去攻破大禅于亭 到时候 漠南漠北 就都属于 图骑图禅于您的了 这就是我们养兵千日 与呼喊爷做最后的决战 看得出来 突击孤独禅于 这一次格外有信心 那是因为 王怀完全站在了我们这边 他发誓 要从呼喊爷手中 夺回他心爱的姑娘 所以他答应我们 与我们并肩作战 真的吗 他不是口口声声说 不与汉人交战吗 真要是打起来 谁还能分清 谁是匈奴人 谁是汉人 谁是汉人 来 强儿 坐一会儿 看着父王幸福吗 幸福 幸福了 去跟他摔你一句话去 快去 去 去 父王 父王 但这样子 给我唱支歌吧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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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好EN 哎 、这 我们 不做啥 那 你的新上人是谁 你 哎 他是衙司来 birds 我 对 你们的眼睛会掉出来的 父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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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凝活胭脂很美是吗 是 以后你们也可以 娶汉家的姑娘 做你们的胭脂 只要我们与大汉一直和好 也会有汉家的姑娘 嫁给你们的 我也能吗 现在还不行 为什么不行 你这个样子 你娶来的胭脂会揍你的 我觉得您胡言之最好 他不会揍我的 你的眼力不错 我的小儿子 我觉得他是最好的 不会再有更好的了 天哪 早晚有一天你会杀了我 一定要杀了你才行吗 哥 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 梦见张军公主是假的 怎么是假的呢 你睁眼看看 是啊 但她毕竟不是真的公主吗 你这个人 怎么老问这个问题 我脑子就是转不过来嘛 居莫称啊 我的好弟弟 你这个人啊 就是这样 有时候高兴得要死 有时难过得要命 你说你什么时候 才能够这样感情用事 我也是为咱们匈奴 担一份心嘛 好了 大喜的日子高兴点 知道 好 冬孟将军 嗯 我留在这儿突击 你呀 绕到后面去 中间的那个大仗 就是胡汗爷的 好 好 走 来人哪 快来人哪 咱们都发生了 不了什么事对 快 敬 快 走 没事 有人偷营 哥 哥 没事 到这边来 老邦 站住 你们不能去 我们是男人 我们应该保护你们女人 你为什么不让我们去 可是你们还不是大人啊 我也要保护你凝狐烟枝 那边 老邦 谢谢你 丹枝雅思 可是你们要听你们父王的话 外面很危险的呀 我们是男人 我们不怕 对 走 你们回来 你们回来 丹枝雅思 呀 丹枝雅思 六вер 放开我 快 跟我回去 丹枝雅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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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把撤 追上去 别让他们跑了 好 图棋固图 是军墨车兄弟 多年不见了 这下你可完了 军墨车兄弟 快把我放了 好啊 要不要再把我的马借给你 太好了 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们是兄弟啊 现在你才觉得咱们是兄弟了 好多事我也没有办法 因为芝芝是我的父王啊 那花言还是我的父王呢 军墨车兄弟 我从来没有打过你的父王 是不是 自从我父王死了之后 我就从来没有和你们交战过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恨我的 季侯山叔叔呢 那今天晚上呢 今天晚上 到你季侯山叔叔这来干什么 我要杀那个汉人 可是我没有成功 你说的是宁虎烟枝 是啊 他是大汉的掌上明珠是吧 杀一个女人 就能为芝芝叔叔报仇吗 这跟报仇没有关系 这是为了匈奴 举办说兄弟 我想你也不太喜欢什么和亲吧 和亲 我觉得很好啊 他们给我们很多东西 还有美女 他们要是跟你和亲 你就不这样说了 很多事情你不明白 据我所知 你最聪明 季侯山叔叔最喜欢的就是你 你看出什么了 难道你没有看出来 你得到的这些好处 来得太容易了吗 还有那个公主 刚才我见到她了 她的确很美丽 对啊 那是大汉第一美人 你不觉得 这好得有点过分了吗 那你说 大汉把公主 嫁到这儿来干什么 很明显 那个女人什么都不用干 生个孩子 而且是个男孩就足够了 是这样 那个男孩将来做成大蝉鱼 半个汉人哪 你想过这个没有 这个我倒没想过 你的确比我聪明 那我应该告诉他们呀 你别傻了 你的父王 你的哥哥 全被汉人给迷住了 他们是不会听你的话的 可你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呢 我什么都知道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很聪明 其实你也很聪明 也许 有一天咱们能在一起 也许有一天 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放我走吧 杀一个真正为匈奴 做事的人 对你有什么好处 等这压司 都是因为我 别这么说 强儿 要是我把他护锦了 就没事吧 这和你没关系 一定是土气孤土的人干的 我看见一个家伙很像土气孤徒 举问车追上去了 看来 土气孤徒真的害怕 我们与大汉和亲呢 是啊 连他自己都出马了 父王 父王 那个人是图居固图吗 不知道啊 你追上他没有 我追了 可他们有四五个人 马还被他们抢走了 怎么会这样 丹家司怎么了 你弟弟 他已经死了 丹家司 你不会死的 你不要难过 我知道 但这丹家司是你最喜欢的弟弟 可是他已经死了 都是因为我 都是因为你 对吗 天哪 我的弟弟 他才十岁 为什么不伐第二箭 你不是很有本事吗 能连伐三箭吗 我看见你第二箭 已经搭在了弦上 可你为什么不伐 可你这个该死的 并没有告诉我 那个人是个汉人 我说过 绝不和汉人交战呢 他嫁给的匈奴人 就是匈奴人 你们汉人说得不是很好吗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吗 那你应该告诉我 吐鸡骨头 你骗我 我怎么了 就算是了 我也不怪你 我答应你的事还算数 这次 就算是你最后一次帮我了 阿多姆 你走吧 带上一百人 走得远远的 走 你现在赶我走 我也不会走 为什么 为什么 我喜欢的那个姑娘 已经不在那儿等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图起固土 你听着 我喜欢的姑娘 就是胡汉爷的新胭脂 可那女人是 皇帝陛下的公主啊 是你们大汉 最美丽的公主不是吗 见到她的人都这么说 我不管你怎么说 我只知道她就是我的强儿 我天天想的就是她 要是这样 我说话算数 我去把她给你夺回来 现在就去 怎么可能呢 除非杀掉胡汉爷 那就杀掉胡汉爷 汉军会跑来保护她的 我们可以一起收拾她们 没有关系 你可以不去 我们去 那还不是一样 我们总得把那姑娘 给你夺回来呀 对 把她夺回来 我一定要把她夺回来 大汉� 없 大汉宙主来了 拿肆王鼠 静女孩 打手 散步 助 要不是我亲眼看到的话 真不敢相信 天底下还有这么漂亮的女人 吴寒爷 完全被他迷住了 大臣于 我们想好好地看看宁狐烟枝 你们 你们喜欢宁狐烟枝吗 喜欢 你们想好好看看她是吧 是 那你们就好好看看吧 好 我的单身雅思在哪 也许和郡默车他们在一起吧 是吗 吴烟枝 你看怎么样啊 什么 新烟枝啊 他嘛 他是我胡汉爷大臣于的新烟枝 也是我最后一个烟枝 好 我从来没见过胡汉爷这样笑过 吴烟枝 吴烟枝 吴烟枝这样对你笑过吗 你不要惹吴烟枝生气啊 我才不像你只知道忍受 呼汉爷对五烟枝的爱 已经被新烟枝夺去了 我觉得这样挺好 让五烟枝知道 呼汉爷不是他一个人的 我已经喜欢上这个新烟枝了 他是个好人 他总归是个汉人 汉人怎么了 不过啊 只要让五烟枝生气啊 我就高兴 谢谢 谢谢你们大家 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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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烟枝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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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 我的儿子死了 是 他死了 别太着急 五烟枝 人最终都要到神那里去的 真的 神会喜欢丹枝雅寺的 你说得多轻巧啊 我的意思是你还年轻 神他会赐给你 像丹枝雅寺一样可爱的孩子 都是那个该死的汉人 听我说 这和宁护雅寺没有关系 怎么没关系 要是他不来 大蝉鱼也不会带着丹枝雅寺他们出去 你说话 要有良心那五烟枝 大蝉鱼去汉帝的时候是你同意 让大蝉鱼带着丹枝雅寺去玩的 可是如果他不来 土气孤土也不会去截杀他们 也就不会 我看 你不仅仅是因为丹枝雅寺 才恨宁护雅寺的吧 不要干蠢事 仇恨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其实我嫁到这里 就是为了和大家成为朋友的 你们大家不用这么客气 我们以后会常见面的 汉人 无言之 你想干什么 我不能和这位公主说几句话吗 你改天再说吧 不要让我在众人面前出仇 你不是说你是大匈奴 最能让人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的蝉鱼吗 可你刚才是怎么称呼 您无言之的 那她是不是汉人呢 你 你是大汉最美的女人是吗 这怎么说呢 人的美丑是由别人来评论的 我听说 你不是个真正的公主 住嘴 你在命令我 蝉鱼 你在做蠢事 让她说吧 她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 只要是我知道的 我都愿意告诉你 为什么不能让人们知道 新燕之的身世呢 你们想知道吗 是 来 别走 我听说说吧 我听你的 回答我的话 你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汉公主 对吗 对 我不是 她是不是大汉公主 那又怎么样呢 是啊 反正她是天底下最美丽的公主 大蝉鱼 这是你的光荣啊 是不是啊 是 说得好 大汉皇帝不是要把公主 嫁给我们吗 怎么来了个假的 因为她是大汉最好的姑娘 还因为我比真公主 更愿意嫁到这里来 是啊 真公主也不见得比她更好 可是匈奴受了大汉的欺骗 你是个骗子 那你说 我骗到什么了 我千辛万苦 九死一生 来到这离家乡千里之外的地方 我骗来什么了 难道就是因为这些礼物吗 好 就算大汉骗了我们 那也不是这位凝狐燕之的错 是吧 更何况大汉没有骗我们 这恰好证明了大汉 对我们的诚意 凝狐燕之不是公主 那么大汉皇帝 完全可以得到她 可皇帝为什么 让她嫁给了我呢 好 好 为了得到昭君公主 我的两个儿子 叼堂墨高和举墨车 不服气啊 跟我竞争了三天三夜 结果呢 汉人说了江还是老的了 我赢了 连大汉的皇帝 都服气得连连伸出大拇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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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汉皇帝至高无上 他自己为什么不留下你呢 因为我不愿意 嫁给我们的皇帝 就算他留我 我也不见得嫁给他 不愿意 谁会信 大汉皇帝 是天底下最富有 最有权力的男人 这么说 你倒是好像很愿意嫁给他了 可是我不愿意 我知道自己应该嫁给谁 该过什么样的日子 那你怎么能嫁到我们这里来呢 为什么不能嫁到你们这里来呢 这里哪能比汉帝 那是你这样觉得 可是我不这样认为 我当然喜欢我的家乡 可我也喜欢这里 为什么要觉得自己这里不好呢 只要是有人住的地方 就各有各的好 要不然人们也不会住在这里 大家说对吗 说得好 我不相信你会这么想 你不信 我也没有别的办法 你要是那么喜欢汉帝 我觉得 你完全可以到汉帝去 那里也不是不能去的 大蝉鱼 你多高兴啊 我的儿子丹枝牙死死了 可这有什么呢 你又有了新的胭脂 你多好啊 说这些干什么 我的孩子死了 我还不能说吗 你们知道小王子丹枝牙死吗 就是因为这个女人 她死在路上了 好啊 好啊 真的啊 我的丹枝牙死 我的丹枝牙死 那不是你的错 多怪我 她在为丹枝牙死流泪 多可爱的丹枝牙死啊 母亲 您胡言之为什么哭啊 因为你的丹枝牙死死了 丹枝牙死再也不回来了吗 是的 我的四王子 你不要走 请相信我的族人 我跟他们说清楚 你们听着 屠极孤徒 为了破坏我们与大汉和好 在路上派人 要杀死凝狐烟枝 杀死屠极孤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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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死 你们说这能怪 凝狐烟枝吗 不能 那怪谁呢 不许不许不许 这不是你的错 你要是还这么绝胆 你就没有用匈奴人的心 来想事情 我知道了 祝福凝狐烟枝 凝狐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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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我还没有做母亲 可是我知道 身为一个母亲 失去自己的孩子 心里会非常难过 但知雅思是个好孩子 我非常喜欢他 谁用你喜欢 就算你不愿意让我喜欢他 可我还是喜欢他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可爱的丹枝雅思 就算以我的死来换他活着 我也乐意 说得好听 这是我心里所想的 就算你让我说难听的 我也说不过你 花言巧语 在广场上你还那样羞辱我 现在都这么说 就算你现在问我同样的问题 我依然还是这么回答 吴燕枝 宁护燕枝已经看你来了 你这样就不对了 这样 会让人觉得 我们汹涌女人很无礼 专去燕枝请你放心 我不会觉得所有人 都跟吴燕枝一样 就像 所有汉人也不会像我一样 你还在羞辱我 不 我只是说出了我心里所想 不管你说什么 我都不会原谅你的 那随你 你知道吗 汉人 我恨你 那你就恨吧 这是你的事 我没有办法 我也不会让这儿所有的人 都喜欢你 你滚出去 这很容易 您护燕枝 我希望你 不要因为此事而生气 当然 我嫁到这里来 不是为了生气的 就算真有生气的事情 也会很快过去 听我说一句 您胡燕枝 我觉得 你说过的所有话 都没什么错呀 对 错全都在我这儿 我再说一遍 吴燕枝 但这雅四 是个很可爱的孩子 我很喜欢他 他死的都是我的错 赚取燕枝 大燕枝 我先走了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您护燕枝 这样 你会失去所有人 对你的尊重 那就失去好了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儿子 又失去了红汉爷大湛鱼 现在还有什么可失去的 那就失去好了 虽然我不应该喜欢宁湖燕枝 但我觉得 他也没做错过什么事情啊 强儿 你知道吗 我已经向所有人宣布了 你这个六燕枝 是我最后一个燕枝 其实我应该是七燕枝 六燕枝是云娜才对 可她已经 大禅瑜 我想求你像安葬燕枝一样安葬云娜 这 要是没有云娜 那天死在车里的人就应该是我 她是主动替我去死的 她虽然没有成为你的六燕枝 可是她是我的姐妹啊 你说得对 好 我答应你 我的宁湖燕枝 大禅瑜 你真好